中共这一波对知识分子的整肃层面也涵盖着支持学生运动的高科技人员 它目前已经有很多的人士下落不明 而这也导致大陆刚刚萌芽的民间企业遭受到严重的打击 不少的电单四处流散 关起门来好好整肃异己分子 中共当局不惜封锁海关中断所有原物料及各项产品的进出交货 使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好不容易刚刚建立起来的自由经济雏形 随着中共的子弹坦克在短短一天之内完全解体 民办企业因为他们相当同情学生 而且蛮支持这些学生的这些主张 经过这一次下来 有我所知道的所认识经营蛮成功的 他们有几个干部都被带走了 造成人心惶惶 而且听说是这些民办企业都会是整肃的这种对象 所以强硬派如果当权的话 他们的迁途实在是非常非常令人担忧 除此之外 中共百进笑脸提供的所有奖励投资的优渥条件 好不容易才赢得自由世界商人到大陆投资的信息 也跟着烟消云散 据了解 目前已经开始有少部分行业出现了订单回流的现象 但是由于大陆的生产层次较低 估计实际上回流的订单并不会太多 所以劳力密集传统行业 而且是低廉价钱这个东西 这一部分本来就是韩国跟台湾都要淘汰掉 让东南亚跟大陆来做的 但是今天因为大陆的变动 大家认为可以帮回来 我想这个比较不可能 至少我们台湾是做不下去 成本的差距跟利润的差距要差到三四成 即使再回来台湾台湾也不可能做 那么高价值附加价值高的家电跟电脑方面的事情 回来这个可能希望很大 不过最近从世界各地涌进国内的询问报价的信件跟电讯 的确是大幅的增加 不过业者表示 由于两岸的价差很大 因此国内能够成功接下来的订单应该在三成以下